好,最近的動作是跨下繞球,請看我示範一遍 前面就是前面的一個動作,就是沒有繞球的動作 前面亚当也做过 就是假钓的球 就是球和 就是你的下面的 下面和球是一个方向 脚和球是一个方向 球是哪里脚最平的呢 而且攻步要出了 前面亚当做的很难 差不多转180度不到一个就可以 就是转到这个还是正正情况 180度的方向就是这样 对啊 你转到这个时候 球是哪里的正 对然后转到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差不多 这个位置 对就是你的45度角 45度角差不多 对不错 然后下面一个东西 就是那个胯下绕头的那个东西 首先不要你把这个东西连起来 就是你把后面那个就是 把它练成手 练成手是把球这样 推出去 感觉是飞出去 手指拖动 手指拖动一个动作 对对对 就是说你跨的时候 不要太快 慢一点 把球扔的数字也算慢一点 往前方看 然后把头那个 看太极看一下 球是往前 对球是往前 球是往前 球是往前 再快点 所以再扔远一点 就转到这种跳的感觉 对 但是你 球员 就是你这个动作完成以后 一定要把球拿在上面 就是 做好两个 然后 不要让球滚 这个转身 打掉球做好也可以 然后这个位置 转身有 转身你的中心脚 脚跟不要抬 你脚肩 你看我在转身 就是脚肩 脚肩的话 你感觉你都会站不住 就是说你的转身还是要快 就是说 转到你45度的时候 你就可以把球扔出去 不用把球 就是说 你前面这个动作 就是把球扔出去 转身 一定要走到这个位置 然后再把球扔出去 其实你45度 就算的时候 你就可以把球扔出去 我转身的时候 就可以把球扔出去 然后再放下去 你觉得还是要就是说 还要做一些就是 你叫做练一些就是 球主运球 就是说 一个球员 我觉得一个好多出色的后卫 我感觉他必须要避飞那种球和 那种协调性 有人会问我 如果那种突破速度是什么 才会提高的 我觉得这个和运球是有很大的关系 如果你的运球和你的伸直鞋 就是鞋它都非常的好的话 我觉得如果本来跑步速度慢 我觉得它突破的话 我不会慢 所以说回家的话 运球我觉得很重要 球感很重要 球感用就是运好的 就是以后这种发速动作 应该都不会很难 其实 这次加了四个动作 我们现在再把这四个动作 温习一下 大家请一起看一下 立即将来到一会儿 进行 第2個動作 怕要這樣 怕要這樣 對付運球 再加 第3個動作是身動舞球 第2個動作是 挖開繞球 今天的觸動其實就這麼一點 大家回去好好練習 應該還可以 但最重要的就是 運球的時候 無論是你 覺得拍的不熟也好 怎麼也好 最好是眼睛往前面看 不要感覺是 踢下頭一直在練運 感覺是要很不好 眼睛 眼睛最好就是正視情況 這樣比較好 小心